HELLO 各位一點好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是莊米果111年的11月13日星期天 昨天呢星期六我們到彰化去 找我們的好朋友趙陽醫師 拜訪他 那順便在他那邊呢 拿了一些枝條回來 我們有拿了 榴槤蜜的枝條 還有菠蘿蜜的枝條 以及呢還有黃金果的枝條 那據他所說他那邊那三款枝條呢都還不錯 所以呢今天我就帶著這三個枝條呢 要來我們許久好久好久沒有來 沒有來的這個建地園區呢 做一下架接 那我們這個建地園區呢 因為距離我們居住的地方 稍微比較有點距離 那照顧不到啦平常 那幾個園區呢 就已經讓我忙得很 不可開交了喔 那所以呢這個有點忽略了 所以今天帶著各位呢 再到我們的建地園區這邊來 看一下這些果樹植栽的現況 哇天啊 地上呢全部的雜草堆滿 滿地的雜草啊 哇 我看過年時候有十天假 我在利用過年時間呢 來把這邊做整理整理一下 不過呢今天 要趕快把那枝條帶過來 我們就是要來架接 來目標到了 這顆呢 就是我們建地園區的一顆 原來的一顆菠蘿蜜 那因為這顆菠蘿蜜呢 給它好幾年的 那個機會了 它的果實呢 好吃 但是呢 果實裡面果肉非常非常的少 而且呢 不好剝 膠太多 因此呢 我們今天呢 要利用它的 後來我們就把它鋸掉了 那按照我們的計畫呢 我們今天呢 要來幫它做架接 我們要架接 琉璃蜜上去 我們等一下呢 我們用橋接的方式 在這邊橋接 在這邊好了 橋接 琉璃蜜 然後上面還有很多枝條 有些枝條我們一樣 幫它做橋接琉璃蜜 那有些呢 幫它做一個橋接菠蘿蜜 OK 那我們現在先開始來做一個準備的動作 OK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把所有的工具都 準備好了 拿出來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這一罐 哇 這邊蚊子蚊子超多的 所以我已經先把那個 防蚊液給噴好了 那我這裡有兩款的一個枝條 這一款呢 是菠蘿蜜的枝條 上面明顯沒有毛 沒有龍毛 那這一款呢 是榴槤蜜的枝條 上面呢布滿了龍毛 待會我會從中呢 拿幾個枝條上來做橋接 我們就接在這個地方 接在這個地方 還有上面我們也會選幾個枝條 幫它接上去 甚至有些枝條呢 比較沒用 我就把它剪掉 好的 開始動作 好 第一個加接接穗呢 我就選擇這個牙 選擇這個接穗 這個接穗呢上面呢 牙點還不是很清楚 不過呢它看起來呢 比較平整一點 然後牙點在這邊 不是很清楚 不過我其他的呢 牙也都沒有比這個還好 所以我等一下呢 我就用這個牙 來幫它做 在這裡做一個橋接 好 那我現在呢 先做一個 橋接的位置 好 首先 我必須幫它做一個 我再把鏡頭呢 移近一點 讓各位看清楚一點 好 鏡頭就維持在這樣子的一個 距離 那我在這邊 要幫他做一個橋接呢 看一下它的寬度 寬度 好 那橋接的時候呢 我必須在這邊 幫他做個剝皮 直直一刀下來 這個還很嫩喔 這支幹還非常的嫩 撥寬一點 沒關係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從中間 從中間切段 往上挑 好 皮扒開了 有看到嗎 好 那底下部分呢 一樣挑開 挑開 挑開 挑開了 挑開之後呢 這裡把他切斷 基本上他已經 我們已經讓他剝皮剝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取他的一個 接穗 我們要嫁接的這一段 好 嫁接這一段呢 我先幫他 因為我的習慣喔 我底部也要讓他做一個 做一個緊密的貼合 所以我後面這邊呢 我會幫他做削皮 好 這邊我們先做削皮 先做一個削皮 要平整喔 越平整越好 接下來削完皮之後 我們上下呢做一個斜切 這是上面的斜切 斜切 斜切 這邊平整一點 好 那底部呢 這邊 底部呢也做一個斜切 好 因為這樣我的接穗已經取好了 我接穗呢這樣取 清楚嗎 接穗這樣取 有些人喔 東海洋那邊的這邊 全部都沒有削 但是我習慣呢 這邊底下的還是削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習慣喔 個人經驗我覺得這樣子 也蠻好過的 好 再把它置入 長度 好 置入看看 拉開 不夠長的話再往下拉 好 進來了 好 整個 置入了 好 置入了 貼合之後呢 這兩個皮一樣壓下去對不對 喔 有點 沒有清楚沒有對焦 不好意思 好置入了對不對 這兩個皮壓下去之後呢 我們用 死蠟膜 用這個死蠟膜 幫他做捆渣的動作 這個就死蠟膜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用其他的東西了 由下 而上 為什麼要由下而上 你看他每一層貼合的貼合都是由下而上的話 怎樣 雨水下來的話就不會滲透進去 斜掉了 來 哇 這死蠟膜 已經有點 壞掉了 沒關係 再取一段 因為我的死蠟膜已經用到剩下一點點 而且用好久了 品質會略化 所以呢我必須再準備 其他的死蠟膜 再準備新的死蠟膜來用 再取一段好了 再重新對焦一下 一樣齁 由下而上 這個上面這個貼皮喔 盡量幫他貼上去一點 就把貼平整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氣 這死蠟膜 該 該更新的 好大致就這樣子齁 這樣子我們就把橋接上去了 橋接上去 接下來呢我要做一個動作 來大家猜一下我要做什麼動作 來這邊上面是不是很長 齁 我要把它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呢 截短 把它截短 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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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讓他留幾片大葉子就好 上面的牙呢 都把它截掉 讓他不要有頂牙又是一直往上衝 底下的牙呢 他才會長 而且這個 在這裡的牙 我就先把它扳掉 讓他不要再長 齁 之後這邊的牙呢 就有機會呢 長出來 這邊的牙我已經把它扳掉了 上面的這個牙 這牙呢 我也把它折掉 好折掉 那上面的呢 我就用剪的 我就把它剪掉 剪掉 好那上面 這邊剪掉 好 剪完之後 好這隻就變這樣子 那這個牙也拿掉 葉翼這個牙也拿掉 大家知道為什麼 這個牙也拿掉 拿掉 表示我們不讓他再長 好 現在葉翼的所有的牙呢 都拿掉 還有頂牙也拿掉了 好所以呢 現在呢 上面 看得到的只有這個牙 還有我們剛剛橋接上去這個牙 有機會啊 他就會從這邊長出來 那從這邊長出來之後呢 穩定之後 我會從這裡剪掉 穩定之後從這裡剪掉 讓他這裡有一幕在這邊喔 不要往下爛下去 久久之他越長越好的時候 我們再慢慢往下修 OK 好那我們今天呢 橋接的這個 更換品種的這個 橋接流連蜜的這個 分享齁 橋接的影片分享 好就到這邊 但是我工作還沒結束 因為上面有很多支齁 待會我影片結束之後 我會再一一的幫他做橋接上去 好之後有成功的 或者有後續呢 我們再分享給各位看 OK文字太多了 我趕快結束紀錄 我趕快的工作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